方胖子 哈囉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顆 方胖子 那其實呢我就是我經手過的方胖子 已經有經典款的方胖子啊 經書的方胖子啊 我右上方都會放上連結 你們可以去看我之前錄的影片 那這一顆就是我當初也有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其實三課當中 也曾經讓我糾結過一陣子 但是呢 就是後來呢 我就買了別的包款了 因為一直等不到這一顆 然後 當時候呢 就是我覺得 對我而言 我覺得我最在意的點 除了它是季節瓜款 特殊之外呢 我覺得它這個有皮革的肩帶的設計 讓我覺得最 是我最在意的點啊 因為我的肩膀就是比較沒有肉 我上次比較沒有肉 所以變成如果是鏈帶的話 就會很容易會讓我感到不舒服 那如果你背包包 你會覺得不舒服的話 就變成說你可能就會 不會那麼經常使用它 那我覺得這麼貴的包包 當然要很努力的使用 才可以有划算的感覺 所以呢 後來呢 我其實也很喜歡那個金珠的包包 因為它可以調節什麼的 但是呢 它的鏈帶又比 今年款的還要細 然後 就是 調節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沒有錯 可是就是我還是會怕它會痛這樣子 嗯 然後呢 後來就覺得這一款也真的很好看 所以呢 後來我就還蠻傾向了 就是買這一款 結果呢 那這一款就有一陣子都沒有出現 從頭到尾就是 只有那種就是 嗯 藍色啊 粉紅色啊 桃紅色 還有紅色這樣子 但是那些顏色就是亮色系的小包包 小皮件我會拿 但是包包的話 我就比較懼怕那種亮色系 目前為止 就是還沒有突破這樣子 但是呢 就在我等這一個包的 那的期間 我已經買了另外一個大包了 所以變成說 後來跟我說有這一支包的時候 我就勸 我就沒有辦法拿下 但是後來呢 剛好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也 喜歡 他也想要買 入手一個小香辣的包包 然後我就勸敗了他買這一個 但是我 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我超想要這一個的 但是 you know 就是 每年的budget有限 所以呢 真的沒有辦法 收下 那剛好因為 這個朋友就跟我還比較熟 所以變成說 我就跟他說 等他這個包包悲逆了之後 可以 我們可以交 我可以拿我的包 跟他交換杯這樣子 對 當然我的包也是金顶款來的啦 對 那原則上 這一個 我就真的覺得就是 非常的棒 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是也有那種 就是上升比較小 比較沒有肉 害怕 嗯 戀帶的人呢 就可以 就可以考慮 這一種款式的包包 因為 我本來要說 就可以考慮這一款包 但是這一款包 有時候就是 這一季過了 你想要買 還真的買不到這樣子 OK 那 再來就是呢 就像我文章裡面寫的 就是他 雖然是季節款 可是他就是 方胖子的Style 那 可能有的人會 考慮到說 他的 就比如說 你可能買的這個包包 因為他也 單價真的也是也蠻高的 那如果之後你又看到喜歡的包包 你可能會想要把它變賣掉 那這個包包可能變賣上來的 沒有經典包款 這麼的 你買 因為他真的是比較看人買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是 就是 只要 比如說 你就是想要收藏一個Chanel的包包的話 他一直流傳 一直留著 你也不會覺得 他就是 過氣 就是過氣或過季 反而你會覺得他 很特別 因為他的 扣子 我就不濕了 因為 這個是朋友的包包 就不好意思 濕了 他就是 黑色扣子的 然後呢 這個地方啊 也是 黑色 就是Soul Black的 的Style 就對了 你知道嗎 像那種 Hermes的 包包 你要買到Soul Black 還真的是要非常lucky 才買得到 對 而且還要配貨 You know 所以呢 像那這個有Soul Black的時候 我真的是超想要 但是 就這樣子 陰塑陽差的 買了別的 包了 OK 好 然後呢 他的長度 其實跟經典款的 也沒有差很多 所以呢 就是 對我 這個158的人來講呢 就是 長度是OK些 鞋背跟肩背都OK的 那他是沒有後面那個 就是 發財帶的 然後他是 荔枝皮紋 對 有看到嗎 荔枝皮紋 就是這一季 今年2020年的 嗯 現在是5月嘛 就是上半年這一 就是 其實 荔枝皮已經好久沒有出現了 就是最近都是只出現 小羊皮 他們說是新款的小羊皮 就是比較沒有像以前的 這麼膠嫩 那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是 光滑面的 大部分的人都還是會擔心 他會 刮傷就對了 那像這個就是 你會覺得他比較強重一點喔 就是 荔枝皮的 然後呢 他的扣子 對 這個扣子的地方是在蓋子上面 不是在裡面的 然後打開之後 也是 他就是銀扣 然後他的最大的差別就是 嗯 20公分的啊 或者是金珠的啊 或者是17公分的方胖子 全部都是那個轉扣 然後這個是 磁吸扣 磁吸扣 就是吸式 就是這樣子磁鐵扣的 對 然後呢 他的鏈子就是直接在包蓋上 就不是 不是從這邊的 所以他這邊就不會有那個 拉扯的痕跡 不過他有這樣子縫起來的 一個設計 那其實我覺得他容量上來講 然後他的夾層 嗯 裡面的夾層也有小小不同 今年款呢 是有拉鍊 就是有兩個夾層 一個是拉鍊 夾層 一個是沒有拉鍊的夾層 那這邊原則上就是 只有一個放卡的夾層這樣子 OK 那但是他容量上來講 我覺得就是比 比放胖子 還有那個 就是 他大 他其實大小也是微微的 比他們還要大一點點 所以他放東西來講 我覺得就是 我個人就覺得他容量也比較大 跟我的那個 mini boli的容量差不多 因為我上次在櫃上 就有把它 把我包包裡面的東西拿過來 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荔枝皮的呢 就也比較不擔心說 用久了 他的皮會貓了皮 貓了皮 就是會 可以 扁掉這樣子 因為還蠻多人 會覺得 會有扁掉的狀態 但是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每個人的使用習慣不一樣 所以 真的是 就是 不能說 一定會怎麼樣 之類的 好了 那Soul Black的 就是 的 介紹就大概在這裡囉 待會兒試杯給大家看 自重還蠻輕的 OK 可以 在這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